生活中可能您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你是喜欢真小人的还是伪君子的 当然这个很多人说我都不喜欢 那么如果在你心里衡量一下 你认为你能接受真小人还是能接受伪君子 恐怕大多数人说我宁可接受真小人 我也不接受伪君子 其实我觉得您这话说的是没什么道理 为什么呢 伪君子呢 多少还披上一层温情默默的面罩 而真小人的把这种欲望的刺刀 血淋淋的扎向你 这可不是一个概念 有人说不就是这个 我看的伪君子更虚伪 更不值得我们去接受他 其实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文明和野蛮呢 中间就隔着这么一层面上 我们都知道权财色 这些赤裸裸的欲望 如果野蛮的向你压来 你很难直接承受 那么所谓的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差别在哪呢 就如同你把这些全财色的欲望 把这些野蛮直接装到一个玻璃瓶里 依然是这些野蛮的东西存在 但是呢 他的刺可能不是直接的扎向你 这个过程往往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多了几分安全 有的时候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区别 真的就是原始状态下的文明和原始状态下的野蛮之间的差别 我这么说您觉得不好接受 我给您说一件事 有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学校里头 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师 可能对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学生 有点非分之想 我给您举这么个例子啊 因为咱们不少在高校里出过这样的事 咱们都很恶心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很成功的避免了这种尴尬 据说有一个高校有个老教授 六十了 媳妇也去世了 他就喜欢上了他下边一个博士生 三十多岁一个女博士 长得很漂亮 有这么一天呢 这个老先生呢 请着女博士吃饭 说喝点酒吧 他喝酒是女博士也喝酒 他一看有门 这能跟我喝酒说明对我有意思啊 喝着喝着 俩人脸犯桃花 这老教授就把手啊 放到这个女学生的手上 这女学生马上把手抽回去了 脸就红了 说先生您喝醉了 他都六十了 老头啊 张嘴就拽一句文 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你看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在乎你这家人啊 这女学生一听呢 脸也红了 说你看老师 我虽然喝了酒了 我这一张嘴 他也说了 说什么呢 我呀 醉酒之意不在翁啊 你看 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醉酒之意不在翁 我就多喝点 也是我好喝酒 我对你老头没什么好 没那意思 哎 你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醉酒之意不在翁 这老先生一听 马上就明白 人家对我没意思 我再这么险下三烂了 得赶紧把这个 蠢蠢欲动的欲望收回来 但是现场又很尴尬 他又来了一句 你也别介意啊 我是醉酒之翁 不在意 您看高明不高明 哎 我这老头虽然喝醉了 但你说不喜欢我 我也不在意 所以就这七个字 倒腾出三种形态来 把这尴尬就化解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酒之意不在翁 醉酒之翁不在意 你看看 这就是文明啊 这就是把一些赤裸裸的欲望 控制在一个拨的瓶子里边 你看得见他 但是他这刺又不会扎着你 所以你好好想一下这事 人哪 有时候多点哪怕虚伪的面少 也要比赤裸裸要好得多得多